很惨,很凄凉,你看 整个街坊都要这样的,很凄凉 天宫不做美,村民哭餐死 星期六凌晨黄色暴雨之下 新界北部发出水浸特别报告 就在上水坑头村这里 旁桌大雨,导致十几栋村屋 倒灌雨水和黄泥水,情况惨不引导 个个都去到监屋的前面 现在已经停了雨,所以轻轻稍微缓沃了 从这里看到,是在山上一直有水冲下来的 真的很恐怖,现在是半个小时 一下来就已经浸过膝头哥了 整个是水海,水都去不及了 都是这样可以撑得挺 这次已经是一星期内第二次大雨到水浸 虽然楼爷清理好,但仍然损失惨重 星期二浸了,我们很辛苦,又要继续收拾 好了,抹干净 刚刚星期六,又来浸,还要浸两次 中午四点有长雨,下了半个小时,已经浸了 又收拾东西,到夜晚又浸了 在夜晚又浸了,三间半夜又再浸了 那很辛苦,很凄凉 你没浸过就不知道,浸过就一颗眼泪 是啊,我烂了地,地上也会烂 这个已经在里面搬出来 之前已经在里面的家室全部烂了 后来转买胶桶,没办法了 你看我的梳化,升了三个佳砖 好像打仗一落 上年11月,先新屋入伙的黄太太 更是不敢再出街吃饭 回到去,其实已经发现 整间屋都进入水了 水深位置其实都已经去到小腿了 其实去到 我们都顾不到那么多 第一时间看看我们的宠物有没有事 很感恩它们都没有事 我想保守估计,你不要说全部换了 留得的楼,我想最少都十万了 其实那里,因为我们真是全新装修 是的,那些房门要换 我的床是浸到涨了 我的心情是多么崩溃 要出去吃饭 一知道来着五点多钟可能又会大雨 连饭都不敢出去 虽然今天阳光普照 但是来到村上游位置这一处 可以见到,其实地下这一处 这些流水依然是很急的 而且依然有积水和这些淤泥水 村民为了可以走到这一段 都下了砖头 好了,看到这就是沿头的位置 那些水一直在山上 慢慢流下去 然后一直会经过这一条河 一直上去 今天这么好天,都有这么多水 可以幻想到,若然是黄雨 黑雨的时候,这里根本是宅国一样 由于水浸情况太严重 当日凌晨更加出动渠务署职员到现场视察 不过村民最惹气的,都是他们质疑职员懒你 港元就收队,要村民自己清理 他们过来,其实连照片都没有拍到 还是说几句,你们村的渠口太小 去不到水 是我们两位先生落手落脚入渠 去拿一些石头出来的 这些是全部我们村民自发性 去执垃圾,去通渠,去研究 是没有人跟我们说究竟是什么原因 现场看到,这些渠去水位其实很浅 就这样看下去,都已经失满于泥 难怪村民都说水浸在所难免 这些渠当然没效,去到水就不用水浸 做渠不好,浅就用了 但是水去不到,去不到湘鱼河那边 下雨就滲水,水满到渠去水 去水一向都有问题